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频道 那么呢 上一期视频 上一期视频呢 我讲了一下 就是这个 说我遇到最多有问题的一个犬种 然后呢 但我自己再强调一下 上一期虽然说了柴犬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三分是天性 七分是后天培养 只不过是说呢 就是柴犬啊 鸡娃娃这种狗 它很多时候他们大概率天生的性格就是比较敏感 而这种天生性格比较敏感的狗的话 那对于新手来说 它确实不太友好 因为你需要注意的东西就很多 容错率就比较低 那你如果想要养一些容错率高的狗 其实拉布拉多是个不错的选择 拉布拉多它唯一真正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 护食 因为它吃的狗都护食 这个 当然像德木这种绝对不是所谓的 就是新手我推荐的狗 我讲过很多很多遍就是德木不适合新手养 大型犬是大多数都不适合新手养 那新手适合养中小型犬以下 那今天我要推荐一个就是新手适合养的狗 但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完全适合 因为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 你要找到完全适合你的狗的话 还是要从你自己的生活啊 作息啊 乱七八糟也都没了开始 首先我最不不建议新手养就动力特别高 运动量特别大的狗 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 首先你有没有足够的空间 地方让它去活动 让你这种动力大的狗 去活动 大多数人 可能如果你生活在城市的话 那就很困难对吧 再来就是你平时上步上多少 你自己没有养狗的时候 你走路走多少 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自己平时可能就是每天躺在沙发上 下班就躺在沙发上 什么都不想干的人 你跟我说你要养一只蝙蝠 你想养一只马拉犬 这种可以把你带到死 就是可以把你 它可以跟你跑一个马拉松的这种这种狗 这很不现实呀 然后你跟我说 我养了狗之后 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想多了 不太可能的了 大概率都是不可能 最后就是搞得一地鸡毛 还有像是哈士奇 也是运动还相当大的狗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工作选 哪怕你今天是找到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breeder 他给你的一个family line 就是那种所谓家庭线 宠物线 已经能量等级很低了 已经很稳定 那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 运动要求 比如说德牧 如果是工作线的德牧 哇天哪 这讲实话真的是 就像那种精权的工作线的德牧 讲真的 他就是 他 他一天到晚 他就是想着工作 想着动 就没带停的这件事情 你有办法 给他足够的工作量吗 运动量吗 大概率是不可能 但即使是宠物线的这种德牧的话 那他们一天基本的运动量 你也得保证在大概30分钟 40分钟这样子 你平时有这个生活习惯没有 那你别想 好 那什么样的狗 他适合这个 适合新手呢 很简单 就是就是第一点 这只狗 他运动量不能太大 那大多数小型犬 他运动量都不会很大 除了比较个别几个 比如什么杰克罗素啊 这种 呃 哺书梗啊 这些 那这些是真的就是 比较 呃 运动量太大了啊 也不太适合新手养 那懒的狗 就是运动量在什么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下 运动量小的狗 我比较推荐 就大概 他的运动量 每天大概在10到15分钟 这样子 这种犬种 等一下我会介绍 我心里想的那 就是我心里想跟大家介绍 那 那第二点就是 这只狗 他必须要是 对人 对狗 就或者对 对其他动物 都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 友好的 那当然 我再讲一面 天性上三层 后天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只狗 他本身 他其实不怕人 但是呢 你每天打他骂他 那他肯定会怕人啊 对不对 或者说 一只狗 他本身对狗挺友好 但穷小 你就整天被狗吓 那他肯定也会怕狗 对吧 很容易理解 但是呢 我们是说 从天性上 这个品种上 比如说你养比特犬 比特犬 他就是天性 他就是说 他对其他狗就有敌意 或者带四条腿 或者其他小动物 他就很凶 那不是说 不能解决 但是呢 你要花很多心思去 在focus这件事情上 对吧 然后同样的 对人 不亲近的 比如说 熬类的犬 很多他对 就是比如 战熬 他对人 他就是不亲近 他对 他对墨生 就是不亲近 其实很多德牧 他对人也不亲近 所以你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化 你去解决他这个问题 然后后天 他这些东西 还是都可以 就是 就是可以 一定程度上解决 不能说完全 一定程度上解决 就有一些狗 他天生不喜欢墨生 他见到墨生 就是 但是过一会儿 他会觉得你就没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 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 运动量不能太大 适合新手 然后呢 本身这种狗 他天性就是 比较悠哉悠哉 性格上就比较悠哉悠哉 然后对人 对狗 他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友好的 那是什么狗呢 就是 英国斗牛犬 英国斗牛犬呢 他是 非常非常 朗的一只狗 他应该是全世界 最朗的狗了吧 我们有一句 开玩笑的话 就是说 你带他下楼 下楼 上个厕所 这可能就是 他一天的运动量 当然这个讲得夸张 但他的运动量 确实也就是在 大概十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 最多了不起了 再加上 如果天气热的话 那英国斗牛犬 他本身 这个 因为短鼻子的问题 他 他 他热两下 他自己就不想 不想动了 甚至就会 爬里面都不想走了 那再来就是 英国斗牛犬 对狗 对人 他其实都没有 什么太大的敌意 而且 就很悠哉悠哉 当然了 那这种懒的狗呢 你也不要想着去 训练他太多 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能做到 基本的 基本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 做一下趴下 就已经不错了 但原因是因为 他不想去做 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不喜欢工作 所以他懒 对吧 如果你是想说 你要跟狗 会有非常好的互动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 一些就是 就是 就是 转转 比较高的狗 就是一些动力 比较高 稍微高一点的狗 比如说 像是贵宾 或者标准的贵宾 这种 运动量 勉强 能接受 但是呢 也不是太高 但是 如果你要说 懒的话 那对 英国动用犬 就很懒 英国动用犬 他也不是说 没有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 健康问题 还有 价格非常贵 但是你 不希望 买便宜的英国动用犬 就是因为 他健康问题 如果你买 太不便宜的话 那他后续 他可能就有 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你可能要给他 动手术啊 什么 但怎么也比法斗好 法斗是真的 怎么讲呢 我会说 没有认证的法斗 千万别碰 至少也要是 价格可能都是要在 7000以上 我认识一个 他就专门培养 就是这个 非常 非常好 就是这个 健康的法斗 本身他 本身他自己也是 带着法斗去参加比赛啊 什么的 一直要在 至少1万块以上 母狗会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呢 正常来说 都要在1万块以上 美金啊 但信得过 法斗真的 就是很多 法斗被欺养 最大问题 就是健康问题 因为动手术很贵的 很多心脏 呼吸道问题 都很贵的 还有就是 就是医生可能就跟你说 都就算了 不要致 那英国动牛犬他没那么严重 但是他身体确实也不太好 再来就是英国动牛犬他 他虽然不大 但他很重 他可能也有60多磅 他可以说是中大型犬的体重 但是是中 中型犬 或者中小型犬的体型 因为他非常的那个结实 dance 所以说可能对于一些力气小的女生的话 也是不太友好 你可能抱不动他 或者怎么样 还挺重的啊 那除此之外的话 那讲实话 英国动牛犬 就是贵嘛 然后呢 呃 健康问题 那除此之外 讲实话 那就真的 没什么太大太多缺点了 我讲实话 就是真的没有 见过就是 就目前来说 当然养英国动牛犬 因为他价格的原因 呃 养的人 不就 其实挺多的 他很受欢迎 但是讲实话 又遇到有问题的 英斗应该是我见过最少的 啊 这是真的 因为毕竟这种狗 他就是很chill 他就整天 就是整天就没事 他就喜欢趴在那个地方 他也他也不想动啊 我唯一一个就是呃 带着英斗来找我的 呃 一个一个主人 他只是当纯说他英斗 有的时候爱叫我 说说能不能在我这边就是 boarding training 那么把他这个叫声的控制下 就最多就就就就 就只见过这么一种情况 其他我见过的英斗 基本上都没 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种 这个其实算是 呃 新手的一个 比较 呃 比较 有好的狗啊 那 小新犬 那当然肯定也是有的啊 所以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之后再 再讲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也请大家点赞订阅 关注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